没有小鲜肉的晚会是失败的晚会 在这个基础上 湖南卫视春晚绝对值得期待 放着苏苏里一封不提 光是国民小鲜肉TFBOYS 就已经能为这台晚会乘机变天了 在2月12号零点刚下飞机的TFBOYS 就来到湖南卫视2015春节联欢晚会的彩排现场 通过各种方式混入现场 瞪扣了一整晚的粉丝们 看到了小鲜肉的出现 便再也安纳不住 拿出了擦了又擦的长枪短炮 快门频率真是比发动机还快 恨不得铺上去咬一口 这一般景象也确实吓坏了 见多了大上面的小鲜肉们 呆呆的站在原地不敢动台 为了防止意外 连上台走位都是工作人员代替 最后在心疼粉丝的娜姐要求下 TFBOYS等哪个主持人互动 但只是一小会儿 真的只是一小会儿 已经蒙泛了粉丝 小鲜肉们在互动结束后 便迅速闪离 于是乌彩排现场观众席的座位 空了一半 蒙古老新闻 向您也彩排现场 真的已经被四叶草占领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